在已播出的《任意依恋》第16集中 如宜在檢查拍攝的俊英紀錄片時 通過嘴刑得知俊英得了絕症 將命不久矣 擔心的如宜迅速趕到俊英身邊 卻不巧看到曾恩從俊英家出來 俊英誘惑曾恩 最終為了替吳以巴巴頒案的計劃進展順利 曾恩最終為了俊英 跟智太一家撇親關係 我... 要不斷放棄 媽媽也不斷放棄 而崔賢俊檢察官也碰巧得知了 俊英是自己兒子的事實 在這種情況下俊英的病情迅速惡化 甚至開始出現實意的症狀 記不得自己把愛犬陸勃勃送到鄉下 還記得如意爸爸的案件 公訴期馬上就要到了 還記得如意爸爸的案件 时日不多的菌英还面临着失忆危机 最终能否成功完成自己的遗愿 如意看到如此痛苦的菌英会做些什么 下周三周四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